可是問題我覺得用起來並不太順手 因為它這題目裡面要我們先選管理學院裡面的統計跟資訊支管系 可是你會發現你再點一下的話 它等於是會跑掉 所以如果你要兩個學系都選的話 記得按Ctrl鍵 這個如果你們要點Ctrl鍵的話 它沒辦法復選 所以如果你要復選 因為它選統計跟資管這兩個學系 如果你沒有點到的話 很抱歉 你就沒辦法選到正確的資料 所以記得按Ctrl鍵 然後再來它是要針對題名去做裡面的關鍵字查詢 也就是它找出裡面資料裡面有什麼呢 有兩個關鍵字 哪兩個關鍵字 第一個關鍵字是叫Network 第二個關鍵字叫模式 也就是有點像Google裡面 你下關鍵字查詢的那個道理差不多 只是說它是針對題名這個欄位 所以題名在哪裡?在這裡 如果說你要針對這個題名裡面去搜尋的話 特別注意 當然你不是叫你有眼睛找 眼睛找永遠找不完的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找到這個文字篩選 因為它裡面放的是文字 那特別注意哦 你要用哪一個選項? 它是要找裡面有那個關鍵字的 有哦 有兩個 一個是Network 一個是模式 那應該選哪一個? 如果你用等於的話 它就一定要只有兩個字叫 只有一個字叫Network 才會出現 所以你應該什麼? 包含 有沒有? 特別是要包含 那把那個Network這個關鍵字打上去 第一個關鍵字 再來的話呢 要找第二個 所以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什麼? 一樣包含 包含什麼? 模式這個 這個 不過特別注意哦 中間有一個 and 跟偶爾 應該選and 還是偶爾 對,應該 如果你選and 是兩個到同時出現 OK 那如果你選或的話 就其中一個出現就可以了 OK 所以理論上 它要我們應該是或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或 有這個關鍵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查出來 總共會有四筆 如果你查到這四筆的話 那表示是正確的 字也沒拼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裡面應該有這個關鍵字 有沒有Network 是不是有少加S 它裡面有沒有? 沒有 它裡面沒有 它只要有關鍵字包含 所以有S的話 一樣找得到 然後是Network 加EDM 一樣找得到 因為它只要包含 OK 那這個是模式 這個是模式 OK,沒問題 那我們就完成了2-C的部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圖書年份的這個部分 它說要移除表格樣式 其實也是考你 會不會加上 像這個是有加上表格 可是要把它去掉的話 怎麼去掉 有沒有像現在是套用那個表格 可是你想說 這個表格 我不太喜歡 因為它這個格式太花俏了 我希望素一點 那怎麼辦 有點像你把那個 像化妝一樣 你把它畫上去 你要把它卸妝的話 怎麼卸掉 OK 這裡的話其實 到底一樣 怎麼加的話呢 就怎麼把它去掉 那怎麼樣把它去掉 你會發現 這邊的話 你選擇這個之後 你可以看到 上面 就有很多 但是其中的話 有沒有 可以把那個什麼 它有新增 但是如果你要把這個 樣式拿掉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是新增 我們剛剛從這邊加 那如果你要把它 去除掉的話 那一樣 從上面有個設計 設計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哪一個 是沒有的 這邊有個清除 清除格式 或者是這邊有個 5 應該是 第一步 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話 請你選擇沒有 第二的話 它要我們把原來的表格 轉換回範圍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點選 所以第一個 請你找到設計之後的話 改成淺色 把那個顏色部分 不過在設定之前 記得一樣 把範圍選起來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選完之後 一樣 把這個地方改成淺色 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把它改 轉換為範圍 OK 然後它問你說 要不要改成一般的範圍 這不是表格 OK 表格跟範圍是不一樣的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 再來把這個範圍移除 A的部分就完成了 再來就B B的部分的話 就比較麻煩 它要什麼 它要用總共有 1 2 3 4個函數 去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相當複雜 這一題的話 最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然後呢 如果符合這個底下的條件 幫我找出來 並且把它設定一些格式 包含什麼呢 昇黃鶴 輻射3 教請25 然後呢 自行出等等的這些 把它做格式 那怎麼做 他說什麼 第一個 大家先找出什麼 年份在2010以後的 所以2010 2011都包含 再來的話呢 借購號 這個末式碼是6668 然後呢 書目編號的前兩碼 所以其實主要是要找哪些欄呢 這個 年份在哪 年份在這裡 所以先找這個 當然呢 以前的做法 幾個方法 但如果你不按照 它要的那個方法來做的話 第一個是什麼 年份 資料裡面篩選 它這個就是 應該是數字上 大於什麼 應該是大於等於才對 大於等於2010的 大於 而且 等於 大於 或等於 或等於 OK 你會發現2010以後的就出來了 第二的話呢 它要說什麼 借購 末6 是668 所以借購號在這裡 末 所以文字 末的話呢 就是結束於 6668 OK 按確定 這又出來了 當然它會越來越少 OK 再來的話呢 書目的前兩碼為23或24 所以書目編號23或24 開頭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開頭 不過你會發現 有個很大的問題 書目的編號 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 如果你是借於的話 它變成說 這邊其實沒辦法下一個條件 所以這邊可能要自訂 開頭 那變成說 這個地方 你應該什麼 它這個是開頭於 開死於 這邊的話 你就加一個23 這個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但它其實 可以用篩選 找出我們要的之外 另外它是希望 我們去下一個公式 下一個公式的話 基本上 它是希望設定格式化條件 把剛剛講的規則 統統變成一串的公式 把它做完 畫面先換個位置試一下 注意喔 我們按照題目的要求來做 它其實就是要把這一個資料 其實最後只有一筆資料 哪一筆資料 就這一筆 第11的這個吧 然後把它上個底色 底色的話呢 是比較淺的 然後顏色的話 是比較深的棕色 那你會把年份在這裡 年份2010符合條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它必須 末 四碼是6668 第二個 第三個的話 它的開頭是23或24 那最後只有一個資料會出現 那蠻複雜的 我們分幾個階段來看 因為其實你會發現 它第一個年份的公式 第二個年份的公式 第三個年 書名有兩個 所以你要先做第一個 再把第一個 因為是貨嘛 把這個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 其實還蠻難的 那這個跟這個有沒有 差別只有一個什麼呢 23變24 但是有兩個 一個是貨 所以你變成要把這兩個 放在一個偶爾的函數裡面 那兩個才會都出現 要把這 總共有三種需求 全部組在一起 外面要包個and and的是且 第一個 或第二個 而且第二個 也發生了 而且第三個也發生了 全部串在一起 就是這樣 一串公式 但是非常容易做錯 如果我做一次也會看 做的方式 假設我們公式都打完了 最難的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我先把這個規則先 那在哪邊增加公式 我先把它清除掉 這個是做完的 把它刪除掉 那你要怎麼加 一 設定格式化條件新增規則 找到什麼呢 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些範圍 不過特別注意 第一個動作 請你要先選取 你要找的資料範圍 所以請你把游標先放在A2 就等於是底下所有的 A2 然後Ctrl-Shift向右 向下 也就是說 要把這個範圍全選起來 但是不包含A1的部分 就是A2一直到底下 一先把範圍選取 第二步的話 再到這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新增規則 三 再到這個使用規則 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 那我們就把剛剛的公式 輸入上去 假設你已經輸入上去 但你不要用貼的 你重打一遍 然後呢 設定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話 它自行好像是要這個 這個 叫什麼 這個 升黃鶴 輻射三 叫聲二十五 這個 然後呢 填滿的話呢 是哪一個呢 填滿部分它這邊不會顯示 所以怎麼辦 你可以從這邊自行 它好像是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它的 左上角的那一個 就是升黃鶴 什麼 其實反正是記位置都對了 OK 這個選項 所以我們就是在填滿的地方是這個 然後把它按確定 再按確定 所以喔 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去格式化成這個 按確定 那如果你看到第十一列 有被選起來的話 那表示你的公司是正確的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從一個一個來看 因為最難的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喔 我從頭再做一遍 把它清除掉 這個刪除 1 有不要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一定要先選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先設定 設定那個新生規則 然後使用公司來決定要格式化哪一個 那你可以先把剛剛的那個格式先加上去好了 格式是這個 底色是淺的 這個 然後 顏色的顏色是這個 深的這個 然後按確定好了 那什麼公司喔 我們先 第一個條件是 當什麼呢 當F藍的 F藍喔 所以喔 你可以當 所以先打個等於 F2 就是從這個 特別重要 找這個F2點一下 OK 不過特別注意喔 請 不要把 因為它點下去會是 所F也所2 那它就會一定 一直找這個儲存格 不對 所以請你把 2前面的這個錢 快拿掉 意思就是說 我先找哪一個 先找F2 它會一直往下 幫你把全部 比對完畢 那如果 比對完畢之後 發現是 什麼呢 大於等於什麼呢 大於等於2010的話 那就上顏色 OK 這邊的話 大於等於2010 那你會發現大於2010蠻多的吧 我們先按確定好了 有沒有 它就把2010的 大於的 全部都幫你把它 顏色加上去 因為只有我們規則一啦 所以會這麼多 再來 縮小範圍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所以喔 我們再進到裡面 第二個規則 所以一樣可以編輯它 第二規則是什麼 應該是 但是借構號有沒有 尾巴是6668的 所以喔 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怎麼加 在等號後面加個and 錢瓜糊 意思就是說 我有兩個以上的條件 而且都要同時為true的時候 and OK 然後這邊中間加個豆點就可以了 豆點後面就加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我的右邊那個字 右邊那個字是right 從右邊 right 瓜糊 哪一個儲存格 就這個儲存格 A2 一樣的道理 請你把2前面的這個 錢的符號拿掉 固定在A欄 固定你幫我找A欄就好了 然後2的話 從第二列開始 一直往下幫我找 找到你選取的範圍的最下面列 如果這個的 什麼呢 豆點 後面的right 就是後面的四個字 假如等於什麼 等於6668的話 OK 然後記得 再來後刮弧 因為 這邊and有個前刮弧 尾巴就有個後刮弧 所以這個是and 第一個條件 就剛剛這個 第二個條件就是 尾巴是6668的 好那這樣應該條件變小 有沒有 所以這些應該都不會填銀色 這個會 這兩個會 按確定 所以你會發現 按套用一下 那套用之後的話 目前 往下捲動的話 有沒有 後面是6668 6668的才會 有沒有 6668的 然後 應該都符合了 OK 有沒有 好 那這樣的話 就變成 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 書名編號 開頭是23 跟24的 好 這個地方 再把 剛剛規則再叫出來 當然你們 將來再打的時候 不用分三次 你如果 有把握的話 一次就把它全部打完了 再來的話 怎麼樣 在這邊 加第三個 第三個條件 哪個 哪個欄位呢 這個 書號這個 所以打一個 L 前兩個字 就Labs 刮弧 然後 這個 從D2 記得 2前面一樣 把這個拿掉 D2 的 痘點 前兩個字 痘點2 就要前兩個字 如果 等於什麼 等於 等於 等於什麼 2 23 23 如果23 按確定 又加第三個條件 怎麼加 就是 痘點 然後 這個D欄的 前兩個字 或是23 應該可以看得懂 你要一次 做正確 這應該是有一定的 相當難度 沒辦法考試 就是要你這樣做 OK 按確定 好 再按套用 那你會發現 又更縮小 有沒有 剩下只有一個 其他應該沒有 不過他這邊 其實理論上 這樣應該就是這個 但是他還比較麻煩 他23 或24 所以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 一樣 這個一定要先選 來到這邊管理好了 再把它點兩下 這邊的話 貨 所以貨怎麼加 這個可能要 在這個 先把它複製好了 記得 Labs 一直複製到雙引號的地方 Ctrl C 然後請你在Labs的外面包一個偶爾 或 然後千刮壺 在哪邊再加豆點 記得喔 這個非常容易做錯 在後刮壺的前面這邊 加一個豆點 然後把它貼上 剛剛的東西貼上 然後後刮壺一下 然後把這個後面的23改24 就是 完成了 看得懂嗎 應該是蠻 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這個 原來是只有一個 然後如果 這個 或這個的話 就在外面包一個偶爾 刮壺 中間加豆點就對了 OK 反正刮壺一定要是成對的 不要打錯就OK 按確定 只要沒錯的話 這個就OK 其實最後只有第11列 這個也是符合條件的 如果你擔心說 你做的 會有做錯 請你比一下 我剛剛做的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貼 在第六頁的地方 這個是第一階段 沒有 這個沒有 這個應該沒有 是只有這樣 然後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最後的話全部 全部打完就是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後面才是加偶爾 然後在外面再包AND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今天的話 就把204圖書館裡這一題 把它做完 分兩部分 一部分是證照考試 一部分是做篩選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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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